那么我们的作品呢是剧本大纲 那么我们是来自Alohomera Pictures 这个作品的话呢主要是讲一个由男主 他是一个读IT的神 这样子他就是一天接到一个诈骗电话 但是因为他很理智 他很快就揭穿了那个人是片子 但是他却因为那个片子 去跟他说一些同情的话 然后导致让他最后就跟这片子有更加来往 然后他们之间就有一个很奇妙的关系延续了下去 就是男主跟一个片子成为了一个朋友 这样子的一个故事 这灵感是有一天 当我在刷一个自媒体短视频的时候 就有看到一个他们就是宣传一个诈骗的东西 所以他的故事也很像 就是那个诈骗者去跟那个人透露他的心神 在那里是有多么奇惨 多么是怎样 然后这样一个短视频 这样我看到过后我就心想 诶 这样子我很好奇 如果万一真的有这样的case 这样子真的有这样的事件 然后我们这个听到诈骗电话的人 反而去同情他的话 会有一个这样的故事 所以就往这个方面去编写了个这样的故事 也是透过Jason我们导演的影视朋友圈子们 他们就那时就有讨论过这个比赛 那么那时候我们就想哦 诶 我们好像应该参与一下 然后来去展现一下我们的才华 然后那时候我们就讨论讨论 然后就发现到 诶 其实好像真的可以真的可以参与 因为我们有这个故事 我们是一个video production 是基隆坡 然后最主要就是也是有做类似这样子的影片的工作 那么我们当我们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 我们非常开心 非常非常开心 因为首先是可以来到北京啦 然后因为没有来过 然后最主要就是我们甚至还有拍一个的视频 就拍自己的反应 然后得到这个奖 一个非常就是一直跳 在后面一直跳的一个视频 那么过后有机会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么是非常开心的 对 那么我们是非常期待 那么同时间也 也也谦卑的去你知道吗 就是看大家的作品这样子 那么当然 对于这个的期待是非常高 同时间我们又要你知道吗 保持那个的稳定度 那么就那么大家喜欢的话 这样就那一部就给他这样了 哈哈哈